妈妈是超人,你最喜欢步步还是波妞呢?俩姐妹有什么疼呢? 随着《妈妈是超人》的热播,里面的几个孩子和妈妈也备受关注,里面的很多孩子让网友非常喜欢,都表示要组团偷孩子去,证明了这些宝贝真的非常招人喜欢。 其中贾静文家出镜的有两个宝贝,步步的镜头比较多,这次也是关于步步和妈妈之间的事情,但是在里面出镜很少的波妞却是非常受网友喜欢。 为什么网友会喜欢波妞呢?步步和波妞又有什么区别的? 在节目中网友评论波妞很听话,不哭也不闹,一直都是安静的在那里吃东西,胆子也很大。 在近期的节目中,贾静文准备带两个小宝宝去露营,两个宝贝都很开心,但是补补在开心的时候却有点害怕。 原来步步步是想多了,想到外面会有动物,虫什么的,很是恐怖。 贾静文在车上的时候就一直吓唬步步,讲里面会有什么吓人的动物,会有蛇之类的,让步步很恐怖,吓得都要哭了,一直在哪里念叨,反观波妞,在家里听到妈妈说要带自己出去玩,就很开心,没有一点害怕的表现,还很主动。 在车上听到妈妈说那些些人的动物,波妞也还是没有反应,一直用一种波式淡定来看着步步害怕。 一家人去野营,里面还有马场,可以骑马,大家都很兴奋,但是步步却很害怕,看着那么大的马不敢靠近,在妈妈和爸爸的鼓励下才敢去摸摸,但是还是不敢怎么靠近。 但是可能这是大人骑的马,有点恐怖,所以就牵来了小马,但是步步看见了还是很害怕,不敢上去骑,也不敢有什么动作,看着步步这番举动,简直是害怕极了。 但是波妇一直是很淡定的,在看到马的时候就很兴奋,还要去摸一下,一点都没有恐惧的心情,在步步被吓得害怕,不敢骑的时候,步步早就随着妈妈一起坐到了马上,还很积极要骑马。 可能这就是步步和波妇的不同吧,步步闹疼,胆小,但是波妇安静,胆大,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玩,在步步哭闹的时候,波妇也是很淡定的,让网友非常喜欢。 你喜欢步步步还是波妇呢?本文由娱乐小八皮军原创,欢迎关注,带你一起长知识。